在大婚前 帝君被姬恒以他父亲的龙陵为要挟 去见他一面 帝君难忍姬恒以龙陵要挟帝君 不得娶凤九殿下为妻 帝君最终将姬恒的秋水毒 全部毒到自己身上 让他永世不得离开魔族 谁知 魔族就在此时出了乱子 所以 帝君当时留在魔族 不是为了姬恒 而是为了渺落 帝君心里 从始至终只有凤九殿下一人 殿下 您可知秋水毒素解的方法 素解便是解毒人将他身上的毒 一概毒到自己身上 再自个儿服药服担 苦修解毒 帝君便是用这个法子 宁愿让自己过上一身毒 也不愿让魔族公主 扰您一丝清静啊 当年帝君之所以要下凡礼节 便是因为他封印庙异渊时 所耗费的修为太多 您也是清楚当时的种种 帝君的修为 到最后都没有完全修复 自他醒来 便一直在为彻底 净化庙异渊做着准备 几十万年的浊夕 便是帝君需耗赏他毕生的先例 和至少一半的先缘 可后来他却退去周身九层法力 为小殿下拟入阿兰惹之梦 带你平安归来 已是商商加商 而后他又将这秋水毒 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秋水毒并不是最难克制的 最难的是 中了秋水毒的先者 若是要将失去的先例修复 所耗的时间将是平日的五倍 渺洛自出封印后 便不断地修炼邪术 吸食他人的先法 可帝君自范因谷回来后 却一直在受伤 根本就没有时间修复 他只能以所剩的先例 及全部的先缘 与之抗衡 难哪 殿下没有等到帝君 定然十分失望吗 殿下虽说过 等帝君回来给你一个答复 但大鱼还是觉得 帝君太过为所欲为 不把你放在心上 口头上说着等帝君一个答复 内心想的却是以后 乔归乔路归路之类的 殿下想过没有 也许帝君是有难言苦衷呢 其实 朱阿兰惹之梦后 帝君曾照天命使探问过 他与凤九殿下的缘分 帝君询问天命先者 方知他同殿下二人 原本并无缘分 终生不得相见 那后来 又是有何故 产生了变数 是凤九殿下对帝君的执着 一心感动了上天 天命时竟与帝君与凤九的影子 做出一桩姻缘 无奈却因稀罕二皇子 无心地介入 那对影子本该是有缘人 走的却是无缘路啊 是神夜托阿兰惹我 影子无来时 天命时便将那对影子的 未尽之缘 安在了帝君同凤九殿下身上 才有了你们的正经相见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依惯礼 帝君探问过 天命时需要改写 二位好不容易得来的缘分 却因这份探寻而改写 甚为可惜 帝君他如何说 帝君不畏天命 也无需天命施舍 一心护着凤九殿下的这份缘 没想到天意难料 却在大婚前夕 遭逢此事 天命先者说得对 我与他只是缘前 缘前罢 帝君只是在用自己的法子 护着这段缘罢了 也许他没有用对法子 但卓氏很用心 是不是 只是谁又能与天命相征 跟他为何不同我说呢 是啊 帝君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帝君比我们高明不知多少 焉能不知与殿下说清楚 会让自己更快活 他为什么一句都不说呢 帝君在走前还担忧没有他护着 殿下过不了生上仙上神的结束 诸多误会 帝君大概是怕殿下忧思 说清 殿下是否会复旧 不说清 帝君早就知道 以殿下的性格 便是怨他 闹他 怒他 也依然会过得很好 到了这一刻已经是不可说话 也不能数 殿下你的日子却还长 帝君求得 不过若他一去不回 不愿你永生复旧 殿下可知 可知有多难 帝君说他这些年过得不好时 帝君说他这些年过得不好时 殿下你又同他说了什么 崇林 你给的东西我不要 直到这片温柔生伤痕 才是痛你的残忍 只怕命运是有情人 我们已经两清 如落夜情靠着门 我曾傻傻地在看 帝君原本命小辰 在他语化后 再将此物给殿下 但 今日小辰所说所作 其实迢迢都为了帝君的灵 也不在意这一条路 此戒 乃帝君拿他半心做成 即便他不在了也不会消失 会永远护着殿下 帝君在最后时刻 还想着为殿下 做出这个戒指 殿下可曾想过 帝君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做出这个戒指 殿下怎能不信帝君呢 穿着你的影子远走 自由却也无所有 回忆 你想想我怎么样 小白 我听说 铺心为证 才能证明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的情 我姑姑跟我说 在坟间十分流行 铺心续缘 才能证明 你对这个人的诚心 有多深 我妄自揣测 帝君这次是报了 赴死之心对付渺落 她不打算回来了 你再为何不同我说 帝君太了解 殿下的性子了 若是殿下知晓这一切 必定陪她赴死 然而这是帝君 绝不愿意的 都是为了我 若是不愿意的 帝君知晓自己重伤 势必提前语化 但殿下来日方朝 为了让殿下好好活着 她才宁愿让殿下 担心也要瞒着殿下 我看她 不是 她 促行了不她 她不可能不想让我 陪着她一起去 说什么来日方朝 让我更好的生活 她那么喜欢我 她才不希望我过得更好 她罢不得让我陪着她 一起去 你最好是这么想 不然我跟你没完 这才是二 Bio 突然在夜菜 我尽不懂才并没有 你 嗨